今天是建議中央看 全國三集可以延長兩星期 如果公佈有兩名雞人 申請這些卡牌 另外都有去採集的狀況 在這雞人的消防救 有給上一個身體不適合的事項 去送便宜 在這個事項是來比較進 尋找上的消防員 現在已經關緊 記到記念 雞人很多次 電影集已經影響 都收聽見 雞人市府只是說 沒有兩名較真正的行蹤 都有去地方市場 其中一個在真愛 區的消防員室舍店上班 後來三次到七度南京市場買東西 因為感染源不清楚 已經可能就被儘管逆掉 另外一個是 沒救在安樂市場買東西 因為外國的客人要再要調查 市府三部安樂市場 自後開始聽見到六個七三 所以我也在這邊宣布安樂市場從明天起停業到六月三號為止 這個要請各位市民朋友大家特別注意 另外一名南京的老大人 只只身體無數時上衣 採檢比較進 因為救護兩名消防員員 那時候只過水安 無過秋龍才的裝備 市府強調兩人已經經濟國家 家裡也要求經銷做好裝備 不管是隔離衣還是N95口罩 防護面罩 還有手套 都必須做這樣子的一個配備 那會全副武裝 陰柚昌也起初三部門 兩多溫柴主張 將來建議中央全國三級 能遠遠等翁禮拜 原因包含 很多客人車氣氧不清楚 很多感染源也不清楚 家修道看過 訪客狀況也不清楚 也強調好方要溫定 因爲六月十日是五一座電價 各自民眾六百年這段期間 嚴格風雅倒黑幼氣 記者綜合報道